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于11亿令吉财务中,有44件珠宝属于他们拥有,总值近6000万令吉。 该公司已入禀法庭新颂,向前首相夫人拿听斯里·罗斯玛追讨这批珠宝。 根据当今大马掌握的诉状,黎巴嫩著名珠宝商是黄贸易SAL公司格洛伯尔罗伊,阿尔蒂克拉丁SAL代表律师在两个星期前的6月26日入禀法庭新颂。 这宗案件将在今日记录案件管理程序。 诉状声称,他以一家以继售方式出售珠宝的公司,而罗斯玛是其忠实客户之一。 该公司过去会按照罗斯玛的要求,把特定的珠宝寄送给罗斯玛评估和挑选。 一旦罗斯玛乡中就会付款购买,或由第三方代付,而没被选购的则归还。 诉状也说明,罗斯玛有时会借用珠宝,他或他的代理人会吉隆坡、新加坡或杜拜接收相关的珠宝。 另外,每次寄售珠宝时,世皇都会附上一份交接单,形容相关条款和条件。 诉状指出,世皇今年2月10日向罗斯玛寄售一批44件的珠宝,其中包括钻石项链、耳环、纸环、手镯及宝。 这批珠宝总值1479万美元约5983万令吉,最贵者要价925000美元约3737000令吉,最便宜者也值124000美元约50960令吉。 诉状宣称,随住这批珠宝,他们也附上一份第926号交接单,而罗斯玛在5月22日回韩证时收到这批珠宝。 罗斯玛书面签收了这笔继售的珠宝。 不过,基于大马当局已扣押,因此这批珠宝已不在罗斯玛手上。 诉状声称,交接单的条款产名,只要未脱售,珠宝依然属于释黄。 由此一来,诉状要求,法庭宣判这批珠宝拥有人为释黄,且不属于罗斯玛,更要求罗斯玛提供遭充公珠宝的清单。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,释黄也要求法庭强制罗斯玛把相关珠宝归还他们,否则罗斯玛必须根据珠宝的售价付款买下。 警方6月27日透露,从5月中旬开始陆续搜查纳吉相关住处后,扣押的财务基本估,价为6亿8637万令吉,而真正市价则介于9亿千万至11亿令吉之间。 警方搜获得珠宝数量惊人,包括1400件项链,2200枚戒指,2100件手镯,2800对耳环,1600件胸针和14件,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